草原 它就是在上面 打消耗它在上面 唐村水库位于山东省平义县境内崩河上游 从平义县出发 经21省道转南陵县行驶至唐村即可到达 全程13公里 唐村水库为一大型人工湖库 湖库两岸秋林环抱 环境优美 且河道蜿蜒曲折 多突出部分河床多位细沙 因此钓点较多 库中多草鱼 防鱼 鲤鱼等鱼种 库须垂钓免费 是以休闲做钓 咱今天到天 去了个五经赶了个弯机 在手里都七两七八点了 但是好歹是咱们第一天 这回行了 你们胎子也打好了 钓鱼的幻灵 我看也是快舒服 蒙盘这边还表现不错 把它的这个长处发挥出来了 很漂亮 窝子已经打了 是吧 咱们今天早是赶不上了 就让正常钓吧 你赶快回去准备 先把钓箱什么的弄好 好吧 好 谢谢 坐钓当日为晴天 积压980500% 气温35度 风力五级 华老师一行将钓位 选择在了水库东北角的一处滑间 此处面朝大水面 适宜坐钓 钓打鱼要具备好多条件 一 这个水鱼必须忧郁 二 你选择要正确 热天要在水神 捞水道 捞河道 地形复杂的地方 帮助钓点 四 五呢 你还要敲打我 要因瘀情打我 五呢 你还要结算法我的事件 六啊 要有耐心 能登 能靠 第七呢 你调剧准备一定要充分 干什么 八号起步吗 八号起步 你可肯定你忘了谁学来了啊 对啊 你们咱们也不知道这里边有多大的 是吧 为什么呀 还是从 断根先钓 我打我的时候就交代过你们 我现在就有个想法就是 打一部分七米二的 打一部分八米一的 你看如果你上来你就用 就要是用 十米的如果要是 炸鱼朵 小鱼朵的话 你不累死了吗 嗯 如果我们在钓当中 咱们又不是在这儿 钓一天 发现的有大的 即时的把 咱们可以把这准备好 以后大鱼朵过来 我感觉咱先用七米二 我用七米二都占大 如果用六米三千 试试浴情 好 因为咱刚才上来的时候看到 都是整个小鲤鱼 小鲤鱼拐的什么呢 你看到处这些鱼 到处跑的 随便还那个 嗯 小鱼也不少啊 然后你打我的肯定 小鱼也不少 嗯 所以你先试一下 是 感觉的油大点 或者是露了了 对吧 或者说是咱们已经上了 十斤八斤的了 嗯 七米二十几斤的 都不得一样吗 嗯 是吧 如果油 咱们得换 行 行吧 好 现在我不是有八号的 那个七米二八米一的 七米二的 那个六号的 五号的 行吗 嗯 先别用 行 行 好 好 好 那换一下 这样子你都拿来了 嗯 你要准备着打死它 直接就是干打了 哈哈哈哈 不行 啥就是你 风平浪静 不走飘的时候 还是用小鱼 哦 小鱼信号 明确 我经常看到 有好多条大鱼的 就一根筋 就是从早到晚 就一直打飘 嗯 其实呢 并不是每条大鱼 过来吃口 都是啊 就跟猛虎吃剩啊 嗯 他也可能清心地说 是不是飘太大了 你的信号 往往就蹴过去了 哎 天佣 那有刮大缝 周瓢是重了 咱们也得用大瓢 这个时候不要用 我赶紧用展露的 那个三号 二号都可以 行 是吧 换 换 换 说到陌生水域的吊草 在选杆上 可先选择 6米3 或7米2的吊杆 进行试钓 如有大鱼 再更换 更长的吊杆 进行做钓 同时在浮飘的选择上 尽量选择 零领度较高的小飘 大浮飘虽有良好的抗风性 但由于其灵敏性偏弱 有时也会顾虑掉许多针口 你以为啰'鞭装 一切准备就绪 我们公司做的花式捞校 是经过蒸猪 加上中药 蜂蜜 酒 等一些副料 然后发酵 再到包装产品 对青鱼 草鱼 鲤鱼 蚌鱼 都有很好的油调作用 小鱼 草鱼 小草鱼 你看了吗 如果你要是用10米的 别注意刮网子上 这个一把踢上来 赶快放掉 这个玩意儿 你别刮网子上去了 下去第一口子 你可能掀不住了 你要是上来就10米里吧 下一个洞洞 下一个洞洞 我这儿也有洞洞 我看见 它都是小鱼 哦 这个好 这个好啊 嘿嘿嘿 你看这个放鱼很大啊 你看这个放鱼很大啊 我们公司吃的里还没养过放鱼的 养放鱼 哇 哎呀 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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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第二个小鱼 有几斤 这个鱼 看来还是在上面 起压一滴 鱼往上都 对的